第十六章 炮轰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普 1914年11月和12月 我们的情报机构赢得世界范围的胜语 他们受之无愧 我们在战时也许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能更成功地戳穿敌人的图谋 陆军和海军情报人员的预测一次又一次的正确无比 这使朋友吃惊使敌人恼怒 海军情报局接连三任局长托马斯 杰克逊海军上校 奥利弗海军少将和最后一位雷吉纳德 霍尔海军上校都是情报工作中的佼佼者 他们不断致力于建立和扩展一个有效而健全的组织 其他还有一些人 一份光辉的人员名单 他们的名字甚至到现在还是保密为好 我们有关德国海军活动的情报主要来自 一 在中立国和敌国 特别在德国的特工人员的报告 二 以高度警惕性深潜在黑尔戈兰湾的我们潜艇的报告 三 我们对德国无线电信号的特殊研究 我们有一段时间从中得到了巨大好运的帮助 1914年9月初 德国清巡洋舰马格德堡 耗在波罗的海失事 几小时后 俄国人打捞起一个淹死的德国下级军官的尸体 在他胸前那双死后僵硬的手里紧握着的是海军密码本和其余通讯手册 以及北海和黑格尔兰湾详细的方格地图 9月6日 俄国海军武官来看我 他收到来自彼得格勒的电报告诉他发生的事情 俄国海军部在这些密码本和其余通讯手册的帮助下 至少已能破译一部分德国海军电报 俄国人认为 作为主要的海军强国 英国海军部应当有这些册子和地图 如果我们能派一艘军舰去亚历克山德罗夫 俄国负责这些册子的军官将带他们来英国 我们即刻派去一艘军舰 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 路易斯亲王与我从我们忠实盟友手中 收到这些沾有海水污渍的无法估价的文件 我们立刻建立了一个组织 着手研究德国无线电讯和翻译收到的电报 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海军教育处长埃尔夫雷德 尤因爵士 他为海军部破译情报等工作所做的贡献是低流的 这个工作非常复杂 因为密码当然是电报保密方法的唯一要素 但在11月初开始 我们的军官逐渐成功的翻译出 德国海军电报的各个可辨识的部分 他们大部分属于例行公事性质 我们的一艘鱼雷艇将于下午8点 时往第7号方格等等 但仔细地收集这些片语之字 就能提供一个信息体系 据此能相当精确地了解敌人在黑尔哥兰湾的部署 可是德国人一再改变他们的密码和关键码 所以我们只能偶尔了解他们 随着战事的持续 电码变得越来越可疑 设计的手段完全无法理解 可是这种情报来源保持下来 显然它有非常巨大的价值 德国的官方史本身表明 德国最后对此事消息灵通 即使我们怀疑英国海军部 掌握了德国舰队编制的整个密码体系 但从彼得格勒传出的可靠消息 扫除了我们的疑心 它表明当于警号8216 马格德堡于警号8217 号在奥登肖尔姆海外搁浅后 舰上的秘密文件都摔到舰外 被俄国人捡走 传送给他们的盟国 最后 主要依照奥利福将军的远见 我们在1914年8月 开始建立定向电台 因而把我们测定敌舰位置的手段 提高到无与伦比 事实上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 我们可以使用连续定位的办法 测出使用无线电设备的 任何敌舰的航线 舰尔说 英国人通过他们的 预警号8216 定向电台 预警号8217 收录信息 这种电台已在使用 但我们在很晚时候才开始使用它 有了这种电台 英国人在指挥作战上 具有很多有力条件 因为只要对方一发出无线电信号 他们就得到非常精确的敌人 所在位置相关信息 在巨大的舰队中 分散的军舰相离甚远 他们之间的通讯极端重要 绝对终止所有无线电通讯 这对任何舰队的行动 都是致命的 可是在搜集情报和姑娘情报 以及从情报得出真谛之间 常常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信号已经发出 特定军舰的无线电音符 我们就能听到 在某个时候 某个航道将会射出灯光 军舰在行动 扫雷舰指在活动 航道浮标指出 上锁的门打开了 所有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乍一看 他们都似乎仅仅是寻常的活动 但把一项一项活动放在一起 可能导出惊人的发现 总之 所有这些暗示 不管其源自何处 全是阿瑟 威尔逊爵士专门研究的主题 他富有就这些暗示 向我们战时领导小组 提供意见的庄严责任 12月14日 星期一下午之前 北海一直保持安静 那天七时许 阿瑟 威尔逊爵士来到我的房间 要求与第一海务大臣和参谋长做一次直接会晤 几分钟后 我就把他们叫来 于是他解释说 他研究了关于敌人的情报 表明有可能即将发生一次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牵涉到敌人的战略巡洋舰 也许 虽然还无确实证据 敌人会对我们沿海进行攻击 他明确地说 德国公海舰队似乎与此无关 发掘的迹象是模糊和不确定的 在论点上还有漏洞 但听了阿瑟 威尔逊的分析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该把异端与推测当作确有其事 我们应该行动 我们决定不动用整个大舰队 由于斯卡帕湾的无保护状态 过去我们把大量巡航任务施加在舰队身上 现在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磨损机器和凝起机 此外 每次派遣巨大舰队出海都会招来潜艇与水雷 除非确有必要 我们对舰队的使用要加上一定的限制 对这个决定总司令不迟疑 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来 限制是有很多遗憾的 但必须记住 海军部具已行动的情报从未经过检验 所以看上去有极大的猜测性 不管有什么价值 情报都排除了德国公海舰队在海上出现的可能 因此我们立刻命令战列巡洋舰和第二战列舰中队 连同一个轻巡洋舰中队和一个驱逐舰小舰队生火 以规定的速度和规定的时间出海 使他们能第二天早上天亮时处于拦截敌人的位置上 发给哈里奇舰队蒂里特准将的命令 是叫他去亚茂斯外海上 发给凯斯准将的命令 是把我们可用的八艘外海潜艇布置在泰尔斯海领导外海上 以防止敌人向南袭击 并命令海岸部队加强警惕 海军部至总司令 1914年12月14日下午9点30分发 刚刚收到的可靠情报表明 德国第一巡洋舰中队 伙同一些驱逐舰 在星期二凌晨离开亚德河 于星期三夜间返回 根据情报 战略舰显然很可能不出动 第一舰将有时间达到我们的海岸 立即派战略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中队 在一个战略舰中队 最好是第二中队的支持下于今晚离开基地 在星期三早晨天明时 他们应到达某一点上 以确保在那儿 他们能有效拦截归来的敌人 蒂里特与他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 努力在英国海岸外与敌人接触 追踪敌人并随时向将军报告情况 根据我们的情报 德国第一巡洋舰中队 包括四艘战略巡洋舰和五艘轻巡洋舰 可能还有三个驱逐舰小舰队 收到后告知 海军部至蒂里特准驾 哈里奇号 1914年12月15日 下午2点5分发 明天天刚亮时德国战列巡洋舰 巡洋舰和驱逐舰有极大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海岸外 派一艘M级驱逐舰从午夜到早上9点 在北新德登船附近海面巡航 派第二艘M级驱逐舰从午夜到早上9点 再从北围530与警号8217 东京35与警号8217 起得15英里长的南次级线上巡航 这两艘驱逐舰的任务是观察和报告敌人行踪 并信任他们自己逃逸的速度 要是天气太坏 他们可回哈里奇 报告他们的舰名 第一和第三小舰队连同所有可用的轻巡洋舰 在明天天亮前巡逸在亚茂斯海外 准备时网拒报敌人可能前来的任何地方 不管是从北方来还是从南方来 他们的任务是与敌人接触 跟随他们并向第二战略舰中队的海军中将 和第一战略巡洋舰中队的海军中将 报告敌人的位置 第二战略舰中队 第一战略巡洋舰中队 第三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中队 在早上七点半将处于北围五四师与警号8217 东京三陵与警号8217 位置上准备切断敌人退路 如果发生战斗 你的小舰队和轻巡洋舰 必须努力与我们的大舰队在一起 对付敌人的驱逐舰 要是天气太坏 对驱逐舰不利 就单独使用轻巡洋舰 令驱逐舰返回 收到后告知 在采取了所有认为必要的措施后 我们怀着迟疑不绝的 但充满期望的奇特心情 在三十六个小时里 等待星期三早上发生的事情 十二月十六日早上 大约八十半 我正在洗澡 当时房门打开 一位军官从作战室 持一份海军电报匆匆进来 我用尸首一把抓过电报 上面写着 德国战列巡洋舰 炮击哈特尔普 我惊叫的跳出浴盘 我对哈特尔普身表同情 还架杂着乔治 温德姆先生所说的 打算报复的止痛计的情绪 我顾不得擦干身躯 就穿上衣服 跑下楼去作战室 第一海务大臣 刚刚从隔壁住所来到 一直睡在作战室里 连白天也很少离开的奥利福 在地图上标出有关位置 受这次攻击影响的沿海岸 所有海军电台发来的电报 以及从我们在临近的军舰 截获敌人的电报 可以互相印证 电报以每分钟二到三分的速度涌入 海军部也发布消息 十个舰队和小舰队 不断得到我们知道的全部信息 每艘舰艇 现在全部派遣出海 或者开始行动 命令从福斯莱的第三战列中队 爱德华国王 即阻止第一舰向北逃逸 作为进一步预防措施 大舰队本身最终也要出动 虽然 这个措施不大可能及时实施 除非德舰被赶到北方很远的地方 命令蒂里特准将及其被称为哈里奇打击力量 的巡洋舰和驱逐舰 去与指挥第二战列舰中队的拥有拦截力量的高级将领 乔治沃伦德爵士会合 可是天气对驱逐舰来说过于狂暴 只有轻巡洋舰才能在海上行驶 最后在那天晚些时候 在我们最新驱逐舰 猎狗号上的凯斯准将寿命与另一艘驱逐舰 喷火龙号一起 从他在泰尔斯海领导海外的基地率领他的潜艇 进入黑尔戈兰湾试图打击归来的敌舰 在当时 炮轰不射防城市对我们还是新鲜事 但此事到现在还有什么要紧呢 从战时地图上看得出 一艘艘德国战列巡洋舰在约克郡海岸大炮射程以内 而向东150英里 在这些军舰与德国国土之间 组成第二战列中队的英国四艘战列巡洋舰 和六艘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 正在预定的正确位置上行驶 他们精确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在巡洋舰中队和小舰队的随伴和引导下 这个由我们最新军舰组成的舰队 全都配备当时海上最重型的大炮 在晴朗天气能有效地守卫和保护近100英里的战线 黎明将显露出对峙双方的状况 此时只有一件事能使得舰从战压倒性优势力量的手掌中 逃脱被歼灭的命运 当巨大的炮弹击中哈特尔普与斯卡伯勒的小屋 给毫不提防的英国家庭带去残酷的痛苦与毁灭之际 海军部作战室里众人的思想只为一件事情焦虑 能见度依次具有邪恶的含义 但此刻它相当良好 沃伦德与贝蒂二人的视域接近10英里 近海岸处实际上正在进行7000码距离的炮击 天气没有什么不好的征兆 上午9点得见炮击中止 很快驶往看不见陆地的地方 无疑他们正在回家的航路上 我们吃早饭时心情焦虑不安 要想确实得到这个巨大奖品 歼灭德国战列巡洋舰中队 将使德国海军受到致命的无法恢复的伤残 要想在一片迷雾中运筹帷幄 这是令人痛苦的磨难 同时电报与电话 把哈特尔普与斯卡伯勒的不幸传播到英国各地 到10点半当内阁战事委员会开会时 消息被谣传扩大 以引起人们激动 人们直接了当之学 我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 海军在干什么和海军准备做什么 回答时我拿出海图 说明当时英国和德国海军力量的各自位置 我解释说若有中等的能见度 我们预计战斗将在正午时分发生 这个宣布使全体人员感到惊奇 委员会休会到下午再开 10点半时海军不得知 敌舰正在离开我们的海岸 我们相应的通知沃伦德将军 敌人可能向黑尔戈兰湾回去 你应避开雷区把握方向以便切断其归途 可是此时不祥的电报开始来到 沃伦德的视线很快只有7000码 背地只有6000码 已经提到离海岸较近的清寻阳舰5000码的电报 稍后发来信号说只有4000码 与此同时双方没有接触 正午过去了 一会儿一点钟过去了 天气越来越坏 雾木正降落在北海之上 军舰彼此通话时 报告能见度低到3000码和2000码 费希尔和威尔逊庄严的脸庞上 虽看不到情绪激动 但人们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燃烧着火 我试着做别的工作 但精神集中不起来 从我们舰队传来的含糊的信息 表明他们显然与敌人相距极近 在农物中摸索 军舰只有在2000码以内才能分辨对方 我们听到沃伦德命令他宝贵的军舰 穿过约克郡海岸外 以探明的德国人部下的雷区 他显然想要努力接近 刚在视线以外和手指尖以外的某种东西 然后我们突然听到 率领清寻阳舰的古迪纳夫海军少将 报告 他已向3000码距离的德国清寻阳舰开炮 人们的希望迅速上升 一旦接触开始 他不会引起其他一系列事件吗 近距离混乱的前景 不会是海军部害怕 他们唯一害怕的是让敌人逃走 甚至第二战列中队通过雷区 完成海军部提出任务的行动报告 也在绝对寂静中收到 一点半光景 阿瑟威尔逊爵士说 看来敌人在离开我们 可是此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新情况 一点五十分时我们得知德国公海舰队在海上 直到正午 这个大舰队都默不作声 一旦他作声 我们就要做必要的计算 这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就能认出并确定他的所在 事实上 他已经驶入北海好多路程 德国舰队的出现 我们当时认为他是来支持德国战列巡洋舰的 完全改变了力量的平衡 我们的十艘大型军舰加上他们的轻型中队和小舰队 不但是世界上最强大 而且也是最快捷的海军力量 不存在能立即赶上他们和超过他们的德国海军力量 在另一方面 他们不能与德国公海舰队对抗 德国战列巡洋舰还与我们的舰队相距150英里 在我们看来 我们军舰开始与德国战列巡洋舰在当时严重的浓雾天气中进行追逐战 可以想象会导致与敌人海军主力的突然遭遇 这当然不是海军部所希望的 我们即刻警告了我们的中队 海军部至第二战列舰中队和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 下午1点50分发 极电 公海舰队出动 近日下午0点30分 在北围54度38分 东京5度55分 因而不要向东走得太远 这些邪恶的可能性像我们早些时候的希望一般很快消失 公海舰队不像我们想象那样驶往大海 而是长时间留在海湾外 现在又退了回去 下午3点钟我过去告诉战事委员会发生了什么情况 在我再次穿过骑兵卫队阅兵场时 我的心不知道有多么沉重 我回到海军部 战事领导小组重新集合在我房间中八角形桌子周围 冬日黄昏的阴影夜已降临 此时阿瑟 威尔逊爵士 以他一如平常的态度说 哦 你们瞧 敌人离开了 此刻他们必定在那里 他指向海图 海图上参谋长每15分钟标出敌人的位置 很明显德舰已避开我们的拦截军舰 甚至已与我们接触的德国清巡洋舰也在浓雾中逃逸 沃伦德将军在他随后的报告中说 他们在一次雨报中出来 在另一次雨报中消失 现在已近八点钟 那么全都过去了 我问我们的潜艇 凯斯准将已把潜艇从最初的博位集中 此刻正向德舰撤退航线靠近 可是敌人航线是否会进入限定的范围内 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 于是阿瑟 威尔逊说 现在只有一个机会 凯斯的雨警号8216 猎狗雨警号8217 号和雨警号8216 喷火龙雨警号8217 号与潜艇在一起 今晚德国战列巡洋舰进入海湾时 他也许会决定对他们发起进攻 他可能发射一枚甚至两枚鱼雷 派着两艘不结实的驱逐舰 连同其勇敢的准将 以及忠实的官兵远离基地 借近敌人的海岸 毫无支援地进入强大德舰 及其保护军舰与小舰队的虎口 看来的确是孤注一掷的举动 长时间无人说话 我们都很了解凯斯 然后有个人说 这简直是送他去死 还有人说 最不愿意我们考虑这件事情的人 就是他了 又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然而 阿瑟 威尔逊爵士 一写就如下电报 下午八十十二份 我们认为 当军舰进入时 黑尔戈兰湾和阿姆鲁姆的灯塔 将会被点亮 你的驱逐舰 在早上两点左右 可能得到攻击机会 或者在以后是给你的机会而定 第一海务大臣点头同意 参谋长拿起电报 沉重地站起身走出房间 然后我们转向日常工作 并决定关于发生的事情 该怎样告诉公众 两天以后 当我在海军部我的房间里 接见凯斯将军时 我说 那天晚上我们给你发出了一份可怕的电报 我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 他说 一直到我快到家时才得到电报 这真可怕 我等了三个钟头 希望有这样的命令 我几乎想由自己负责这样做 他继续没有必要的责备自己 到此 我已叙述了12月16日的这个事实片段 完全根据当时海军部作战事的情况 和我们当时对事件的了解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所发生的实际事实 没有人知道 德舰将攻击我们海岸的哪一点 有500英里长的海岸线密布 可能要防卫的目标 很难有某种解决办法 可是总司令发布命令 选择黎明时的位置 巧妙理解敌人的计划 在执行这些命令中 第二战略中队 六艘军舰和战略巡洋舰中队 四艘军舰 加上第三巡洋舰中队 一个轻巡洋舰中队 及一个小舰队 从斯卡帕 克罗莫地和福斯南下 在16日早上5点30分 天亮前两小时 到达多格滩南部边缘 这里是北海的中心 几乎在从哈特普到黑尔哥兰的一条线上 英国驱逐舰队的先头贫护舰队 与德国驱逐舰和清巡洋舰开始交火 当白天来到 他们认出一艘德国大型巡洋舰士 罗翁号 接着发生战斗 我们的几艘驱逐舰被炮弹击中 德舰向东退去 于是 贝蒂将军率领他的战列巡洋舰 开始追赶 罗翁号 约九点钟时 他与沃伦德将军 接到海军部的消息 把他从追赶中叫了回去 消息说 德国战列巡洋舰 炮轰哈特普 及稍后的斯卡伯勒 英国军舰立刻掉头 向西并排成长列 驶往英国海岸 似乎很有可能拦住 德国战列巡洋舰 在这场战斗中 令我们迷惑不解的是 罗翁号与德国轻型舰 只在早上这么早的时候 在多格滩边缘干什么 他们这种军舰 不是于处在这么容易暴露的位置上 而所处位置 又不能对袭击英国海岸的 德国巡洋舰有任何帮助 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 原来 罗翁号及其巡洋舰和驱逐舰 是德国攻海舰队 先头平护舰队的一部分 攻海舰队全部出海 共有三个中队 还有大量辅助军舰和小舰队 攻海舰队司令冯英格诺尔将军 在15日晚上黑幕下降后 下午4点和5点 16日黎明前从库克斯港驶出 大胆失望多格潜攤已支持他的巡洋舰 这些巡洋舰在冯西珀将军率领下已经接近英国海岸 要是冯英格诺尔将军如他原来打算那样继续向前 他的侦察舰本来会在那天早上8至9点钟清晰明亮的天气中在北海的这一部分 见到由此难使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和第二战列舰中队 两者遭遇几乎是肯定的 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冯提尔皮斯将军宣称 这是天赐的绝无仅有的对德国有利的力量差异巨大的战役 他在几星期以后写道 12月16日德国的命运卧在英格诺尔手中 每当想起此事我内心激情沸腾 我们以后还要分析他的这个断言 现在先让我们继续说一说发生的事情 冯英格诺尔将军那一天出海行驶 这么远已经超出了德皇的指令范围 他呼吁德皇终止在黑尔戈兰湾战事 8月28日后发布的前口命令 但近日遭到拒绝 德皇最近发布斥令的要指示 舰队务必后退 避免可能招致重大损失的战斗 而现在这支舰队在一个12月的黎明前的黑暗中 竟离开海湾渗入北海的中部 突然大炮的闪光映入眼帘 英国驱逐舰报告与德国的平护巡洋舰发生交火 平护舰队后退驱逐舰追赶 此时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 冯英格诺尔认为自己在黑暗中有受鱼雷攻击的危险 因此到5点30分左右 他使整个舰队悬过身来 向东南方向驶去 6点刚过 德皇限制性的指令使他越来越不安 他既不知道我们中队的存在 又不知道他自己中队的所在 正如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正确选择的语言那样 他只好调转尾巴回家 让袭击他的军舰摸不着头脑 即使如此 6点钟时 两支舰队相距只有约50英里 而他们的轻型舰值发生了接触 德国第二中队司令什尔说 我们为考虑成熟的转向东南东航线 使我们失去了按我们事先计划 与敌人某些舰艇分潜队作战的机会 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对的 但是至于沃伦德和贝蒂将军 没有人强制他们打这样一场战争 他们的中队在巡洋舰与驱逐舰的平位下 舒适的行动 在这部分海域 此时天气相当晴朗平静 在他们进行猛烈战斗之前 本来就知道面对的是什么力量 试图以六艘战略舰和四艘战略巡洋舰 尽管他们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军舰 与德国公海舰队二十艘战略舰作战 是没有理由的 也没有任何必要 英国第二战略舰中队 集体航行时速度为二十节 他们在强力顺风时可以二十一节速度逃走 逢英格诺尔的军舰中 只有六艘的速度与他们相等 至于战略巡洋舰 任何德舰都追赶不上他们 离开英国大舰队 独自行动的这支海军力量 把安全寄托在他们的速度上 因而沃伦德和贝蒂将军 能够拒绝与德国舰队作战 当然他们有责任这样做 还要考虑在海上与德国舰队 在一起的大量驱逐舰 以及在黑暗和恶劣天气中的威胁 这个关键时刻的形式 如我们现在知道那样 有充分理由需要深思熟虑 他们之所以没有做出不利的决定 是因为先前有鲁莽经历的教训 12月16日 事件受到了8月28日经验的保护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的第二阶段 全体四个英国中队 连同他们的小舰队 在9至10点钟之间正式向英国海岸 德国袭击海岸的巡洋舰 完成了他们的炮轰 以最高速度试图回家 在约克郡海外 德国人在战争早期布置了两个巨大的雷区 我们查明他们的区域 把他们是做防止袭击的保护 并改善这两个雷区 增布了一些水雷 在这两个雷区之间 在惠特比和斯卡伯勒对面 有一个约15英里宽的空隙 约翰 杰利科爵士在远处的铁公爵 好上思考整个局势 他得出的意见是 敌人或许试图向北逃逸 在雷区内侧沿我们海岸北时 更可能向东行使 静止通过惠特比和斯卡伯勒对面的空隙 他命令福斯的第三战列中队 封锁空隙的北边 这个部署很快实施 十点十分 他发信号给乔治 沃伦德爵士 告诉他惠特比对面雷区空隙的位置 并说 敌人极可能从那里驶往外海 沃伦德和贝蒂将军 根据这个假设进行部署 事实上 这个假设猜中了德国人正在做的事情 因此到十一点 四艘德国战列巡洋舰 由他们的轻巡洋舰 在60英里前独立开刀 以最高速度向东朝黑尔哥兰湾驶去 与此同时 我们全部四个中队向西 以磅礴的气势 直接向他们驶去 两支舰队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0英里 他们以每小时超过50英里的合计速度 相互靠拢 在我们舰队航线前方 有一条由南向西的多格浅滩沙洲 沙洲上水深不够 不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的战列巡洋舰 都难以越过 因而 英国的席卷向前的舰队分散 贝蒂和青巡洋舰走沙洲的北面 沃伦德率战列舰和第三巡洋舰中队走沙洲的南面 这意味我们的前进航线会有一定程度的迂回 而且天气变得极坏 浓雾笼罩 海浪汹涌 此时在贝蒂之前侦查的我们的青巡洋舰中队 已通过农雾与宇报看到德国青巡洋舰 我们处在最南边的青巡洋舰南安普敦 好开炮 敌舰回击 雄狮 好舰上官兵的希望上升了 正在这个地方 正在他们期待的时候出现了敌人的平尾巡洋舰 显然敌人的主力在他们后面 也许在后面不远处 可是此时厄运插了进来 另外三艘英国青巡洋舰看到南安普敦 好向南驶去 他们也朝那个方向加入战斗 博明汉好开火了 这可不符合贝蒂将军的希望 他希望在他预期接近敌人的战列巡洋舰时 必须有他的侦查舰留在他的前面 当时失去他们的危险非常之大 因此他命令他的青巡洋舰回到他们的站位 退回的信号不是指明发给两艘去与敌舰交战的军舰 而是普遍的对青巡洋舰中队 而为执行这个命令 南安普敦 浩和 博明汉 浩脱离了与德国巡洋舰的战斗 回到舰队排列的各自位置上 德国青巡洋舰向南驶去 消失在浓雾中 与他们的接触就这样失去了 可与此同时 双方的战列巡洋舰继续迅速彼此接近 12点15分逢西波将军得到他的青巡洋舰的警告说 敌舰就在他前面近处 他也稍稍改变航向朝向东南方 贝蒂将军继续他的航向前进直到12点30分 此时两支战列巡洋舰队只有25英里距离 而且迅速靠近 然而此刻又出现厄运 德国青巡洋舰向南偏斜离开贝蒂的前进路线 与沃伦德前面的第三巡洋舰终队遭遇 双方再度交火 敌人的巡洋舰再次消失在浓雾中 他们报告冯西波 在这条路线上也有阻挡的军舰 据此 在12点45分他做四分之三向左转 我使用了一个骑兵术语向北逃去 但这样的躲避方法本身不足以救他 如果贝蒂将军在有一刻钟时间保持他原来航线 一系列决定性战斗必定会在一点之前开始 但请看后来发生的情形 12点30分 贝蒂将军在与德国青巡洋舰发生第二次接触时 收到乔治沃伦德爵士发来的信号 看到敌人巡洋舰和驱逐舰 因此 贝蒂的结论是 德国战列巡洋舰已经溜过他的身边向南逃走 舰拳的原则是以不惜任何代价守在敌舰与敌朝之间 除了据此行动之外 他还来个急转弯 寻他的来路也就是向东回使了三刻钟 1点15分 听到敌人战列巡洋舰折向北方 他也转身向北 可是一直没有再次接触 冯西珀成功地绕过我们中队的北侧逃影 他的轻巡洋舰在极阴沉可怕的天气中通过第三巡洋舰中队 有几次实际上看到了沃伦德战列舰 终于逃出围捕 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盲人游戏 还得说一说英国潜艇的活动 到3点30分 凯斯准将从泰尔斯海林海外海底基地集合了四艘潜艇 并按照海军部命令去往黑尔哥兰湾 最终他成功地把三艘潜艇部署在黑尔哥兰湾的南边 一艘部署在北边 这艘单独的潜艇在内什密斯指挥官指挥下 在17日早晨发现自己处于攻击后回来的冯西珀中队 及其小舰队的中间 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朝战列巡洋舰发射了两枚鱼雷 但没有击中目标 这些就是斯卡伯勒和哈特普希基的片段 我们能告诉公众的一切都登在12月17日晨报发布的如下公报上 海军部12月16日下午9点20分 金晨德国巡洋舰队在约克郡海岸举行示威 在示威过程中他们炮击了哈特普 惠特比和斯卡伯勒 为此目的德国人使用了一些最快的军舰 他们在海岸上逗留了约一个钟头 他们受到我们在那里巡航的军舰的攻击 一旦报告有敌舰出现 英国巡航中队努力试图切断他们的退路 在被英舰发现时 德舰已全速退走 在农物的帮助下他们成功逃逸 双方的损失微小 但全面报告尚未收到 海军部借此机会指出 对不设防城市或商业港口进行这种性质的示威虽然不难 但要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 且这种军事行为毫无军事意义 这种行为给平民的生命和私人财产造成损失是极可痛惜的 但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因此修改正在执行的海军总政策 海军未能阻止或至少未能报复对我们海岸的这种攻击自然引起许多愤慨 海军部在干什么 他们全都睡着了 虽然遭炮轰的城市以极大坚毅的精神忍受他们的苦难 平民死伤近五百人 但不满情绪仍散布广泛 然而 我们不能说一句解释的话 我们必须沉默地忍受同胞的责备 为了避免泄露我们的军事秘密 我们绝不能说出我们的舰艇中队在哪里 以及德国进行攻击的巡洋舰曾经离毁灭有多境 我们有一点可以自卫 即作为我们行动依据的各种迹象 以为发生的事实所证明 我们依靠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值得信赖的 下一次我们至少会有一般的能见度 但会有下一次吗 德国的海军将领必定知道 他们曾十分接近强大的英国军舰 但他们是哪支舰队 或者他们在何时 或者离他们有多近 这些可能是个谜 至于他们怎样到那里 不也是一个谜吗 从另一方面说 德国卫队可增的英国城市 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战争鞭打 感到欢腾 这可能怂恿他们做第二次尝试 甚至我们自己报纸对此事表示的愤慨 对德国做继续尝试也有注意 人们只能希望最美好的 与此同时 英国的海军计划和秘密 一直深藏在无法探测的坚墨中 此刻检查一下 由北海海军形势提出的一些 较广泛的战略意义是合适的 德国海军编年史家 关于使用尖刻言辞强调战争开始时 英国舰队未能成功的攻击德国海军的情况 他们描述鼓舞德国海军的上午激情 和他们不断而迫切求战的热忱 舍尔将军谈到 早在1914年8月2日 他指挥的德国第一中队的同事 敦促他当天晚上穿过基尔运河 在威廉港与舰队的其余部分会合 唯恐天亮之后会太迟 他描写人们 狂热地把德国军舰内部 每一方木雕和图画卸下 以便更好地准备作战 他不无嘲弄地承认 英国人没有满足他的愿望 令他吃惊 考虑到德国舰队 在战争的头四个月 归缩在有坚强防御攻势的河口和港湾内 在雷区和潜艇保护下 一直保持纹丝不动 对照起来 这个老练水兵描述这种心态 似乎有点勉强 如果德国人真的认为 我们会派大舰队通过他们的雷区 在他们的战事港口与他们作战 他们必然把我们的智力看得太低 这样的做法只会丧失掉英国舰队 在几个小时内导致我们的毁灭 在黑尔哥兰湾 旭尔特岛或博尔库姆岛海外 做无意义的示威 也不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的 舍尔与提尔皮斯都写道 好像我们只有出现在这些岛屿外 才能迫使德国公海舰队出海进行决战 但同时有人告诉我们 给予德国海军的命令是 在英国舰队由于不断的微小损失而元气大伤 达到双方力量相等前不要进行决战 既然如此 德舰怎么可耐因为英国战舰与德国岛屿上的炮台互射 就出海在力量悬殊的状况下打仗呢 对德国人来说一个合理的多的办法是白天派潜艇 夜间派驱逐舰用鱼雷攻击出海的鹰舰 并设置水雷区以防他们回来 用这种方法德国的力量相等政策 似乎会有很好实现的机会 人们可以相信英国舰队的这种行动 会完全符合德国人的希望 除了让英国舰队炫耀的和愚蠢的 在德国海港外边巡航 很快耗尽力量外 他们还能希望什么呢 我们也渴望打一仗 但不是愚人之战 甚至也不是势军力敌之战 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 和只在确保胜利的条件下作战 才是我们的责任 此外 虽然德国军舰驳在港湾 我们却牢牢掌握并完全享有制海权 在战争爆发时 从斯卡帕湾作战基地出动的英国舰队 把德国与世界其余部分隔绝 这本身就是一种头等强烈的攻势行动 如果德国人有胆量和有能力 他们早就进行预防了 我们必须把陆军运往法国 和从英帝国各部分集合我们的军力 这些陆军要派往陆上的最主要的战斗前线 阻挠这种运输肯定是德国及其海军 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倘若英国陆军受阻拦 达不到法国左翼的阵地 谁能说战争不可能在马恩河战役中结束 但德国海军获得德国总参谋部 正式和明确的同意 在他的雷区和防御攻势后边静待 不做反应 此时公海上的世界事务和战争事务 都在英国的掌管之下 古罗马的蓬佩基乌斯西洛对马略说 要是你是伟大将军 下来打仗 马略的著名回答是 要是你是伟大将军 就使我违背我的意志和你打仗 事实上 这是海战第一阶段过去后 海军部直接面临的问题 英国舰队能选择的海军攻势的明显形式是 尝试并使用各种措施 促使敌人舰队使出他们的港湾 并迫使他们接受战斗 远距离封锁 除了他本身对战争的巨大影响外 也是对敌人最高层级的挑衅 另一个不断的挑衅 是军队与供应物资源源不绝流向法国 事实上 皇家海军的这些职能如此重要 他们对德国舰队的挑战是如此直接和持续 以致整个战争时期盛行于海军部的观点 就是满足于这些成就 不希望有更多的行动 一旦海战的第一阶段过去 外海扩清 就不能将这个战略看作完全满足需要 除了在有力条件下作战 否则不让主力舰队冒风险外 应当坚持研究如何使用压力 迫使敌人出来进行一场海战 从而引起海战高潮的各种设计和方式 如果敌人不愿出来冲击封锁线 应该不停地使用心情 坚毅的想象力来寻找其他有效的挑衅手段 然而司令部的将领们和海军部有影响的权威人士 以远距离封锁与保护运输线为满足 他们努力聚集尽可能多的军舰 增加一个接一个分队 一个接一个小舰队 然后认为他们已做了希望他们做的所有事情 当外界不时指责他们缺乏活力时 他们总是以不使大舰队身临险境 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来回答 但对他们而言 这不是故事的终点 他们有责任创造或发现 不使大舰队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的某种攻势计划 或者迫使德舰应战 或者以某种引人注意的方法 帮助协约国陆军减轻他们的一些压力 一个文官大臣绝不能强迫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方针 他只能建议鼓励和支持 但要是他们保持不动 他也就无能为力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使德国舰队怀着作战意图 使出港湾难 封锁未能刺激他们 运送陆军不能引诱他们 在德国海岛外的不解决问题的示威 未必能诱使他们出来 必须创造和处置某种事情 当处置它时将立刻使德国难以忍受 使它绝不能泰然自若地承受它 这件事如此重要 如此刻不容缓 如此生命攸关 以致他会不顾自己的舰队处于劣势 立刻出战 军事史有许多势力表明 司令官迅速进军敌国 并占领守军的要害阵地 迫使敌军以后为此猛冲猛打 这是战略进攻有力因素和战术防御有力因素的结合 这种形式在大战中的法国以极大规模重复出现 在那里入侵的德军依靠防御 而被入侵的法军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 向敌人的铁刺网和机关枪发起进攻 怎样把如此简单的陆军概念运用到海战上 我们能用什么办法迫使德国海军 在我们选定的时候 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与我们作战呢 这种研究在英国海军思想中英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1914年8月19日 经首相同意我与俄国政府保持联系 目的在于不断引起对波罗的海战略重要性的关注 我指出 如果英国海军部得到波罗的海的海上控制权 或者通过一场决定性大战的胜利 或者通过对基尔运河的封锁 就有可能让俄国陆军登陆去迂回 弹泽托伦一线的侧翼和后方 或者从北方攻击柏林 或者进攻基尔运河 把德国舰队赶往大海 对于这些俄军发动的战事的部分或全部 英国海军部对必要部队的运送 护航和登陆愿负责任 俄方8月24日给予的答复原则上接受 他们认为提出的登陆行为可靠可行且适宜 只要总的军事形势有利于他的实行 三个月后 费谢尔勋爵来到海军部 这些思想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第一海务大臣深信 控制了波罗的海 以及随后让俄国陆军在完全无防卫的 德国北方沿海地区自由行动 对敌人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以后出版的厚厚备忘录中 他以极有把握的洞察力说到此事 波罗的海无疑是海军进攻的最佳目标 当我给他看我与俄国政府就此主题的来往信件时 他对此想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在12月的讨论中 一次有他在场的战事会议上 我向与会同僚谈论 后来常常被他提到的话 即海战有三个阶段 第一扩进外海 第二封锁德国舰队 第三进入波罗的海 但所有这些说比做要容易许多 第二阶段有时阻挡了第三阶段 要等到第二阶段达到目的 第三阶段才能开始 第二阶段本身是一场比当时其他战争影响更大和危险更大的战争 为了封闭黑尔戈兰湾 有必要猛攻和战友一个或几个德国岛屿 而这有极大可能引起鹰 德舰队之间的决定性海战 要看到此类事情的后果的确是十分困难的 确实它是可能发生的最大的海战 这个初步决定性阶段中的困难非常大 以致海军部在整个战争期间 即使当掌握最大力量优势 也不敢大胆面对它 让我们想一想 阻挡所有其余军事行动的这个首要军事行动究竟是什么 在我于1907年与费歇尔勋爵最早的会晤中 他曾向我解释 海军部在与德国作战中的计划 是尽可能早地占领波尔库姆岛 作为我们小舰队和封锁德国河口的近海中队的前进基地 我对这个观点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我发现刘易斯、贝利将军也牢固地持有这个想法 1913年 站在年轻海军将领最前列的这位军官 被叫来检验在战时实行占领并守住这个岛屿的各种方法 同时考虑新的因素将怎样影响这个问题 新的因素是令人畏惧的 即航空器、潜艇和远程大炮 但他们在军事行动的不同阶段 以不同程度对双方既起有利作用也起阻碍作用 我们也研究了旭尔特岛 此岛可作为攻占的另一个对象 或者说可能两岛一起占领 我们把德国各河口和所有岛屿都制成十分细致的凸雕模型 贝利将军的报告与计划在参谋部档案里可以找到 在战争开始时不可能实施这些计划 袭击一个岛屿需要我们至少有三四个正规的精锐步兵率 虽然占领后仅为他使用较少的兵力就足够了 从法国主要战线不可能抽出这些军队 此外如同大家已经明了的海军在战争爆发之初有大量事情要做 如确保海洋控制权和运送陆军渡海 路易斯亲王原则上赞成这个计划 阿瑟 威尔逊爵士认为这个计划可行 在他对海战的最初看法中 甚至想要实行更危险和成果更少的炮轰和猛攻黑尔戈兰湾的想法 当费歇尔勋爵来到海军部时 他依旧在原则上赞成攻击博尔库姆岛 但和其他每个人一样 他理解这种军事行动的重大性质与后果 他几乎相当于用来即刻进行海上决战的手段 在该岛被我们占领一周之内 在登陆行动更可能仍在进行之际 整个德国海军必然会倾巢而出 抵御这个致命的战略进攻以保卫祖国 准备战略进攻是那些重大项目之一 基本上是在决密中进行 细节不断得到完善 只有当环境允许做重大决定时才可启用 费歇尔勋爵和我完全同意指示作战参谋部 在11月份审核贝利将军主张海外进攻的计划 指望在1915年某个时期采取行动 1月7日在费歇尔的支持下 我获得战事会议原则上对这个军事行动的临时性批准 如果当环境认为有必要实执行 可是虽然第一海务大臣的战略构想 以进入波罗的海为中心 虽然他在原则上赞成夺取波尔库姆岛作为起始行动 但我在他身上找不到那种实实在在的建设性的和献计出谋的经历 而这种经历在他的事业的其他时期和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事情中都表现得非常充分 我认为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要使这次军事行动获得成功 必须做出重大决定性的和担风险的步骤 他大量谈到波尔库姆岛 谈到他的重要性和攻占他的困难 但他没有给予参谋人员保证彻底探索这个计划所必须的强烈专业动力 相反 他泛泛谈论四处布放水雷使北海无法通过 从而阻止德舰进入 同时把英国舰队主力集中在波罗的海 我无法相信他这个办法能给我们必要的安全 首先是我们没有五千枚以上的水雷 而需要的却是几万枚水雷 这在今后许多个月中是无法供应的 即使我们有足够水雷 有什么方法阻止德舰从容不迫的一边打捞水雷 一边通过雷区 除非我们用我们的舰队守卫雷区 因此 虽然第一海无大臣继续泛泛宣扬进入波罗的海 我坚持努力集中注意力于猛攻和占领波尔库姆岛所需要的实际措施 借此或者封住德国舰队或者促使他出来战斗 在这项任务中 我不但对第一海无大臣和参谋部说明我的主张 而且对总司令说明我的意见 要是我发现作为我努力的结果 在海军舆论中有任何实在的反应 我本来能把这个问题提到能做出决定的地方去 但实际上非但得不到这样的反应 我反而发觉一股持续而明显的不情愿情绪 这种情绪随着逐渐看清问题的细节而变得更明白 它表现为精神涣散和完全缺乏积极努力 毫无疑问 海军的本能是反对冒这种风险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 空谈进入波罗的海 毫无意义 1914年12月21日 作为我这方面对各种小规模布雷计划的长期争论和抗拒的结果 我写给第一海无大臣如下一张纸条 海军形势的主要关键是用武力夺取和武力保卫一个海外基地 从那个基地出发 我们的C级潜艇和重型火炮驱逐舰能日日夜夜封锁黑尔哥兰湾 围绕这个基地和为了这个基地将发生海上和陆地的殊死战斗 直到敌人彻底毁灭 但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制定这样一个寄生洞又有说服力的计划 此前我们的形势有如我告诉你的和你刚才说的那样 只能是等待被打被踢 并茫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 12月22日我再次写给他如下短简 关于波罗的海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但你必须首先堵住这一边 你必须占领一个岛屿 把德舰堵在里边 或者按照威尔逊所说 你必须截断运河或打碎水闸 或者你必须在一次决战中挫败他们的舰队 散步水雷无法取代上述这些办法 第一个实际步骤是物色一名指挥官 他赞成这个伟大事业 他具有专业技能和贯彻事业的个人决心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由刘易斯备利完成 炮舰有许多个月无法准备就绪 与此同时 我们有不少旧战略舰可以方便地组成炮击中队 阿瑟 威尔逊爵士竭力主张 海上的有效轰击要求 做紧张的炮术训练和实际练习 旨在指挥和协调军舰的火力达到最高的程度 因此我们建议在1915年前几个月里 组建一个特别中队 当炮舰来到时 这个中队最终可用于庞大的军事行动 同时还可用于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陆军所需要的支援 12月份在第一海务大臣阿瑟 威尔逊爵士和我一致同意下 将刘易斯、贝利从大舰队中的第一战略舰中队司令位置上调去 担任在诺尔的第五战略舰中队 竞卫及军舰当司令 意在使这个中队成为将来的轰击舰队的核心 其司令将成为1915年海军进攻的领导人 读者将看到这些希望被多么轻率地否定 这些希望被多么轻率地否定 也信任在诺尔的顶部 这是最终可用的 领导人击入划